生意吃水滴 成意 就吃了一个白的开水 也是会甜 也是会回甘 是不是 所以我们整个协会展现出来 不是我们用那种燕窝 那个包衣 那个高黎生给你们吃 不是了 我们是淡淡的淡淡的清茶 对不对 淡淡的咖啡 但是我们展现出来的味道 成意 尊重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好像我们表演得不好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重点 所以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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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厅长 就是他感觉到这个味道 所以他才会决定了今天 我们各位的行程 所以重点这个地方来 我们要谈这一段 淡淡的不二过 哎 帮我读一下好不好 我都很怕读错了 帮我读一下好不好 各位讲官 轮与永烈第二 埃公问 弟子书为好学 孔子归约 有言为者好学 不先母 不爱我 不信短命书以 既也者无 对人好学者也 好 这个好奇怪 这个埃公来问我们孔胡子归红 他的弟子是什么人好学 他说言为是好学 他练到不前路不二过 不二过 我们现在今天谈了两个地方 就一个不二过 一个不姓短命书以 既也则武 为人好学则也 他的学生灵敏那么多 灵敏那么多啊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了 没有个好学者 他竟然是圣子怎么乱讲话呢 我们现在谈不二过 谈不二过 不二过 在文处的解释 一般的老师会讲怎样 严徽不二过 怎么解释 严徽做做竖琴 都不会做第二次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老师以前这么教我的 他说说我想一想 如果我这样 偶尔是这样教学生 这一本伦理不可能留到像这两千多年 他好像上周一样就 一个礼拜就被丢掉了 这次我把它看见不二过 今也则武 未闻好学则也 不二过 他不会做错 他做错的事情 不会再做第二次 但是当我们去看到孔庙的时候 放在圣人这个层级里面 刚好五位 孔老虎主 对不对 护圣就是那个孔老虎主 颜徽 孟主主 祖师 真主 这五位 他就列在圣人的这个层级里面 那请问颜徽如果杀人一次 抢银羊一次 啊 化好一次能不能当圣人 回答我一下能不能当圣人 不能嘛 那为什么说不二过呢 所以不要露出文族的障碍里面 不能主看到文族 在大学里面有一章说 述故金主顺心如一隐微 恶以无一动机 他说 一个金主 他心在微微蠢动的时候 就晓得他的对与错 这个时候的对与错 在他们的感觉就是已经第一过 恶以无一动机 结果说我知道错 但是我喜欢 我喜欢 所以他用忍耐的方式去压抑的事 跟欲望 说不定他已经动作下去 受到法力的处材 这叫第二过 有可能我讲到这个地方 有点萌叉叉 我用一个例子来形容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一个小姐提了一个笔文牌包 笔文牌包是所有女生所向往的 大家是所喜欢的 看到第一个转换 第一个转换就是 素杰的看到笔文牌包 通出你的主机板 主机硬算下去说 好 我喜欢 喜欢来产生什么结果 我来托他 来抢他 来拐他 来骗他 来滚他压 来滚他埋 这所有的动作经过这么多的过程 这么多的过程 会不会受到法力的指采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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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会嘛 没有嘛 因为他只在想而已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没有嘛 但是如果你有透过学习 你会发现 我认为我错了 第一点 我的生活条件 我拿名牌包不配嘛 第二 我的轰度气质 然后那个有什么用 因为我不是名牌 我的名牌也没有用 第三 我的经济能力也不符合 第四 各方面的条件场合 然后那个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时候经过疏尾之后 我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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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弱日的墙啊 杀了什么的一大堆的 这是第一个过嘛 所以有此可见 他没有互助于行动 严伟根本从来没有做错第二件事 他没有做错嘛 不恶过是没有互助于行动 所以他没有受到法力的主材 他也不用受到法力的主材 所以真的我们要学习的 是更高的竞争 更高的竞争 就是你的这种心灵深处 心性的修处的竞争要提升 在于起心动念的时候 就决定了对错 不至于互助于行动在忍耐 妈妈交代说呢 出去不可以打架 不可以杀人 他被欺负啊 我们每一次看武侠变都是这样 男主角都背欺负 手就一直抓一直抖一直抖 对不对 然后想到妈妈交代的事情 不可以他人家打架 打架会收到法力的主材 我已经交到我的前途 放下来被揍了 对不对 所以武侠变都是这么远的 没有互助于行动嘛 所以有此可见就这样 所以他会说金也则武 未闻好学则矣 明明他的弟子3000多人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呢 当个圣子你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讲呢 他的意思说要达到心性修处的境界 这种程度的人没有 所以才会你看 因为你死了之后 孔老夫主有没有伤心 比他死的儿子还伤心 因为整个的这种 中华的幽族文化的传承伦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是他最伤心的 后来他期待的增生 才然将这个孝经来传达给他 整个的儒家书讲的核心价主 就是孝 呼啸得之本雷 叫之所由生雷 从这个孝来做起 所以我们协会在台湾 就一路上在推广这个整个 孝经的这个活动 所以在推广这些后 我们29号到我们协会去的时候 我们会有两个话剂 关于孝道的话剂 和各位贵宾我们来分享 所以如你这本书 他能留到2000多年来 能到现在经过那么恶劣的环境 变化时间历练的摧残 他没有消失掉 绝对有他留下的本钱 孔老夫主如果讲个几记白话 就这样可以留下来 经过时间的变迁 他不用透过电视广告 全世界的朴素家族要困定他 对不对 顺住到天安门那个东门 偷偷的将孔老夫主的铬匠 就放在那边 就放上去了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闻到味道 这个就看出了 看出了21世纪是中国人的数据 已经抓到他的核心家族了 但是听说又偷偷的移掉了 移掉也不表示错 移掉这些人是站在战场的那一方 他们一直说 孔老夫主同志不应该放在那个地方 要放在正前方 是这样的 他们不是不要移开了 是要放在正前方的边 这整个的数据是过的 你看因为国运藏隆的时候 一个领导者 所捷径的事情都是对的 你有没有感觉 21世纪中国人的数据 在中国的领导者 捷径的事情都是对的 就是有那个租位 国运在衰败的时候 捷径的事情都是会输 都是不对 所以整个书运连上天都在帮忙 帮忙我们中国人 这是一个趋势这样 最重要的文化 核心家族都排出来了 连韩国人都嗅到味道很厚脸鱼 只有敢讲而已 所以孔老夫主是他祖宫 他祖宗 那我们以后中国要怎么讲 中国人是孔老夫主的祖宗 要怎么讲啊 为什么怎么办 中国人是孔老夫主的祖宗啊 那韩国人认为孔老夫主是他们的祖宗 现在要向世界什么那个文化 文化什么祖宗登记呢 文化祖宗登记呢 孔老夫主是他们的祖宗呢 搞不好被他抢走了 登记下去成论就成论了啊 就是会这样啊 他现在要找一个原因说孔老夫主是在韩国生的啦 要这么讲啦 就像欧巴马在哪里生的啊 在找这个问题啦 什么没错啊 在哪里生是最重要 他已经在想尽办了 他有一个说 他刚好走过亚绿江那边嘛 他妈妈在那边生来走过回来 就过来过来这个 那个琉璃城隔壁那个是亚绿江嘛 这个过去是北韩嘛 对不对 他说他妈妈